好 接下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市外的集市影像 看得出来天气有点雾蒙蒙的 要特别提醒各位了 北部地区的朋友多加留音乐在今天空气品质不太好 所以外出的时候呢 如果你本身是这个过敏族群的朋友 口罩还是要戴好戴满呢 不过呢 今天天气状况是如何呢 透过卫星云图要好好来告诉大家 今天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告诉各位了 早晚的这个温差是蛮大的 好 首先来看到在迎风面呢 包含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一点点局部的短暂雨气 好 另外呢 这个南方的水气北移了 所以南部地区也会出现零星的降雨 其他地区呢 则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在午后山区还是会出现午后雷震雨 好 温度方面呢 在今天早晚低温蛮凉的哦 21到24度而已是略有凉意 好 白天的时候 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27到28度 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29到31度 因此呢 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多加留意了 日夜温差蛮大的 一来一往可能会有将近10度左右 早出晚归呢 务必要特别留意温度上的变化 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哦 在今天依旧是东北风偏强的状况 因此呢 从桃园到云林 还有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带 另外呢 就是在外岛地区的 蓝雨 澎湖跟金门都很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震风 如果呢 要到海边活动的话 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 好 未来这一周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到气象局特别做的这张图哦 要告诉大家 其实未来这一周天气上会出现三阶段的变化 好 不过整体说起来呢 白天都是舒适到温暖的 但是呢 早晚的天气状况是蛮凉的 我们首先来看到 礼拜一跟礼拜二是比较类似的 受到东北季风的持续影响 水气多一点点 好 白天的天气很舒适 早晚的天气比较偏凉 另外降雨的情况呢 包含在东部地区 还有北部地区是比较明显的 好 周三跟周四这两天 是未来这一周 东北季风稍微减弱的两天 到时候呢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高温会慢慢的回升 来到28到29度 好 中南部比较不受到影响 依旧是30到31度稳定的天气形态 好 但是提醒大家 时间到了礼拜五这一天 东北季风又要转强一点点了 到时候呢 降雨几率又会升高 降雨的热点呢 包含在桃园以北 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山区 同时呢 高温也会下降 只剩下25到27度左右 好 至于在中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的温度变化则不大 因此呢 本周开始呢 东北季风会出现两波的影响 造成这个天气状况出现三阶段的变化 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 最后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叮咛 早晚呢 其实蛮凉的 是略有凉意哦 大概低温只有21度左右 但是呢 这个白天阳光露脸之后 高温中南部地区又会回升到31度 因此日夜温差蛮大的 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呢 务必要增添衣物 如果你是这个骑车的朋友 也要穿下外套 好 另外呢 告诉大家 在今天北部地区 还有外岛地区的金门马祖 空气品质蛮糟糕的 而且亮起了是红色警戒 代表的是呢 在今天的空品状况 其实对于所有人都是蛮不利的 如果本身你是过敏族群的朋友 特别要小心了 以上呢 就这个小时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出